虽然这片塑料膜看起来弱不禁风 但是莱斯大学纳米技术研究员向昌盛说 它其实非常坚实 这个薄膜非常坚硬 同时又非常柔韧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把它拉得这么长 实际上它可以拉长到原来的700% 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 已经把厚度不超过一个原子的石墨烯缎带 加入到汽水瓶中 堵住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微小空隙 虽然这些塑料瓶用肉眼看是固体 不过在纳米层级 这种材料是由巨大的分子组成的 中间有很大的空隙 分子要小得多的气体 可以从中逃逸 造成瓶内饮料跑气 石墨烯可以更好地保持汽水和啤酒 等加压封装饮料的原味 莱斯大学化学教授詹姆斯·图尔说 眼前很多东西 包括他的书桌和电脑 看上去密不透风 其实并非如此 如果从化学分子或者纳米层次上去观察 这些东西看上去就不一样了 整个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如今汽水瓶已经掺入了纳米陶土 以防瓶内气体陶逸 不过图尔说 石墨烯缎带更便宜 也更有效 我们防止气体外泄的能力 加强了大约1000倍 气体渗透也减缓了大约1000倍 而纳米陶土也许只能改进大约10% 气体除了外淘还有内渗问题 氧气会穿透常规塑料容器 进入内装食物和饮料 氧气体的分子比氧气大 所以要想法防止氧气进入塑料瓶 比如说在目前的雪碧的包装瓶当中 现在可能能坚持三个月 如果我们放一些石墨烯进去 可能坚持五个月 到十个月甚至更长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工作 主要的目的和意义 对天然气储存器来说 石墨烯也具有更好的密封性 同时还解决了天然气汽车 必须挂载沉重的储气罐的问题 我们可以不再使用腊肠形状的储气罐 因为这占了车厢很多空间 我们可以让储气罐顺势而走 也就是说把它做成管道或肠子的形状 像蛇一样穿过各个空间 土尔和他的团队将继续测试这种材料 并与私营公司合作 开发他的商业用途 这让向昌盛感到欣慰 他说多数人不能充分理解 他和同事们的科研突破 所带来的益处 因为这一切基本上是在 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中进行的 纳米技术真的在影响人们的生活 虽然你无法亲眼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